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 薄熙来事件秘密报告 作者 何平 黄文光 播讲 夏秋年 太子党 1989年4月 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哀悼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 他因为思想开明 坚持开放而被整肃 刚开始时 人数不太多 放进可以容纳百万之众的广场 不足为道 没过多久 悼念的学生周围汇集了更多的市民 有些人也是对胡耀邦心有戚戚 更多的人则对中国现状有着更强烈的愤懑 广场很快就变成了抗议运动的中心 由于中共党内普遍的腐败是大家共同的不满因素 受到鼓舞的学生抗议者呼吁结束腐败 政治上进行改革 抗议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各个城市 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 一半是因为有传言说高干子女有渠道 用出厂价从厂商那里买进紧俏商品 比如彩电 然后到市场上高价出售 我当时在南方城市深圳当记者 也参与了当地的示威游行 在北京戒严令开始日 来到了北京 学生领袖们很快成为西方记者关注的焦点 在运动的最高潮 他们开始了绝食 政府方面同意和他们进行对话 尽管中国存在着新闻管制 国际媒体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对绝食进行报道 不出一个星期 海外媒体的报道 在整个中国激起了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驻北京的军队和武警拒绝与学生对抗 邓小平等党内高官 包括薄熙来的父亲 担心共产党会失去政权 决定用武力平息抗议运动 6月3日夜 部队和坦克开进了北京 街道动用一切手段清场的命令 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火 这场被西方称为追求民主的运动被镇压了 据报 很多伤亡者是试图逃离天安门广场时 在广场旁边的街道上被打中的 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从来没有公布 但学生运动领袖现在宣称 死亡人数超过1000 镇压之后 反对使用武力的领导人 包括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都被整肃 1989年秋天 党内元老开会 讨论有谁接班的问题 他们对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赵紫阳非常失望 谴责赵紫阳对他们的背叛 据说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说 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孩子 保卫我们建立的红色江山 他的观点得到了薄熙来父亲和其他元老的广泛认同 在那次会议上 元老们达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商定 从建国前就跟随毛泽东转战过的每一位元老家里选一个孩子 在政府和军队中培养 逐渐提升到腹部级以上的位置 这一特殊的元老子弟群体就是最初的太子党 在此后的20年里 太子党的概念被扩大为中央和地方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 太子党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派系出现在中国舞台 在2012年11月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 有三位太子党进入了七人政治局常委最高决策机关 上升的政治影响力也给很多太子党带来了财富 根据一项广为流传 据推测是由中国社科院做出的报告 至2006年底 全中国共有3200名亿万富翁 其中2932名是太子党 掌控着24500亿人民币的资产 一个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准备这样一份报告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据我所知 这些数字的确反映了现实 在博氏家族最初被选定接父亲班的是薄熙城 上个世纪80年代里 薄熙城比哥哥薄熙来的名气要大 他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 然后又当了北京市旅游局局长 不过 到90年代初 薄熙城遭遇了一系列挫折 虽有其父的积极活动 他还是没能进北京市常委 官方的资料显示 北京市政府1992年将他调离旅游局局长一职 薄熙城释除的终止 促使博氏家长将注意力转向薄熙来 他也愿意接受这一新认定的角色 薄熙来稳扎稳打 从大连市一个区委书记 到1993年当上大连市代市长 然后是大连市市长 薄熙来对大连的设想 也许在他十年前访问纽约时就已经构成 梁安人是住在纽约长岛的一位退休工程师 梁的父亲曾在30年代救过薄一波的命 梁家是世交好友 1983年 薄熙来个人旅游来到纽约 住在梁家 梁安人回忆说 薄熙来是个充满好奇的聪明年轻人 他买了张地铁票 自己坐地铁游历纽约城 梁说 薄熙来对哈莱姆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到那里去过两次 研究美国平民区的文化和生活状况 长岛未开发的海滩和纯净的空气让他惊叹不已 薄熙来对纽约的个人兴趣很可能激发了他在大连的很多社会福利与环保计划 大连是中国东北一个海滨城市 东边是黄海 西边是渤海 1900年 俄国人打败了满清皇家军队 占领了当时的满洲 大连是俄国人修建和创立的 当时叫达里尼 成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最南端城市和通向东部的门户 随着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人战败 大连城落到日本人的控制下 改名为大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大连回到中国手中 我的一位姓董的朋友 50年代到60年代是在大连长大的 他回忆说 当时的大连是一个造船业 化学加工和工业设备制造等重工业的港口 到薄熙来担任市长的1993年 大连正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失去了政府的补贴以后 大多数国营企业都破了产 许多工人丢了过去被视为终身铁饭碗的工作 大连的失业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里的空气质量和水质 因为重工业的污染都变得很糟 在薄熙来的众多恢复城市活力 改变城市形象的政策动议中 有两件值得一提 环保和足求 在他执政的第一个五年中 薄熙来掀起了一个绿色风暴 要把大连建成中国北方的香港 他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把将近一百家造成污染的工厂迁出城市 政府拆除了旧工厂和贫民窟 在路边种植了大量绿化树木 修建了风格各异的公共广场 在公共场所铺设了几千平方公里的草坪 仅1995年一年 全市铺设草坪200万平方米 绿草覆盖了全市面积的37% 薄熙来的设想 挑战了本地人视闲置土地为西方式奢侈 浪费空间的观念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人民都响应号召去砍树 烧草 好腾出耕田 多种庄稼 在很长时间里 一些大连人开他们市长的玩笑 说他光顾草 不顾粮 薄熙来增加了下水道处理设施一项 也为他的施政加了分 政府对40条河流进行了综合治理 把老式的渔村改造成了海滩度假和旅游胜地 大连很快就成为全国其他市长效仿的榜样 而薄熙来则效仿环绕公园而建的城市新加坡 大连有了中国的新加坡之美称 2001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彰了大连市政府对保护环境的杰出贡献 1993年 华尔街日报把薄熙来评为中国最有前途的20位政坛新秀之一 但是 薄熙来在大连的实验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说他这是为了出风头 吸引北京上层的注意而搞的公关 例如 大连位于中国的干旱地区 水资源严重短缺 评论家说 这座城市把它短缺的淡水资源都浪费在没用的植物和草地上了 而公共广场占去了大连本可以用于商业盈利的珍贵地皮 薄熙来反击这些批评 说美化大连有助于吸引更多国外国内的投资者 它的环境措施也使得房产增值 大连的200万居民中有一半住在新型住宅区 45万人使用政府补贴搬进新居 增长的房产价值 向城市提供了更多的税收 使政府拿得出钱来 承担造成污染的工厂向远郊的搬迁 除了他的环境计划 薄熙来还有足球市长的美称 他把一只足球竞旅看成是大连一张具有吸引力的名片 他对足球的支持 迎合了这座城市的爱好 大连人大多都是足球迷 80年代初期 大连足球俱乐部是全国顶尖的足球队 1993年 这个俱乐部被改编为职业足球队 大连是向万达集团 一个房地产和娱乐企业集团 提供了津贴和税率优惠 使它成为资助足球俱乐部的模范企业 1994年 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赢得第一个全职业中国假A联赛冠军 此后 他又八次夺得联赛冠军 成为中国足球史上最为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足球不仅是体育和娱乐 它还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薄熙来在很多场合都这么说过 为了使足球成为大连的官方运动项目 政府建了一个足球发展区 拨出资金训练新手 在孩子中间普及这一运动 在薄熙来领导下 大连拥有一个资金雄厚 人才辈出的足球学校 培养出大批优秀球员 建起了承办国际比赛的球场 本世纪初 他在体育上的整体实力在全国已经无人可敌 球星在大连比电影明星更火 据说 薄熙来升为市长之前 大连的官员都是出名的懒 腐败非常普遍 很多人每晚都消耗在豪华餐厅里 用公款吃喝玩乐打麻将 政府机构办公室里 官员上班都迟到 薄熙来上任后进行整顿 要求执行严格的纪律 来提高政府效率 政府关键部门的各位主管都要求配有寻呼机 一旦他需要 可以随时呼他们 中国企业报一位记者回忆说 薄熙来会即兴给某些官员晚上打电话 看他们是否在外用公款娱乐 这样一来 很多人就选择待在家里 以免被逮到 有天晚上 薄熙来给一位主任打电话 但没有人接 第二天早上 那主任说 他早早上床睡觉了 你好像没什么事干嘛 薄熙来说 我们也许应该给你多分派些任务 有餐馆和企业常请薄熙来给他们写写评语 好拿给顾客看 如果是经营不好的生意 薄熙来就写一些管理不善 导致破产之类的 让人家经理好不尴尬 薄熙来是一个势必公亲的市长 有一个故事说 有天晚上 薄熙来下班晚了 发现厕所在漏水 他立即给大楼经理打电话 命令他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个为大连的外国企业举办的年终晚会上 一个外国企业家抱怨 他在一个政府机构受到了冷遇 薄熙来一听 一拳砸在桌上 命令那个机构的负责人立即关注此事 薄熙来在展示大连上颇具匠心 1994年 为了迎接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 他在一个老盐矿的旧址上 修建了星海广场 这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占地110万平方米 它的名字体现在它的形状和广场中心的设计上 中心是颗巨大的星 作为薄熙来清明风格的一个体现 广场上留下了大连居民的一千双大脚印 这个广场让很多人惊奇不已 广场的中央竖着白色大理石的滑表 高19.97米 周长1.997米 上面雕刻着巨龙 滑表曾体现了帝王的权力 这对滑表仿造的是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那对滑表 相比之下 大连的这对滑表更高更大 批评薄熙来的人称 他们象征了他内心想当一个凌驾一切的帝王 用现在的官衔来说 就是党的总书记 据说前任总书记江泽民访问大连的时候 看到这对帝王象征 感到很吃惊 他是不可能不懂其中的含义吧 薄熙来倒台后 中国官方媒体说 他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在大连留下了很多印记 在美国 总统办公室是有一个核战密码箱 若有威情 总统有权动用核武器 在大连 薄熙来在他办公桌上安装了一个开关 可以控制全城所有的喷泉 这样 让他可以感受到一切都由他来控制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